阿滴也來逛喔 對啊 謝謝你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走開 唉呀 她剛剛跟我很笑耶對不對 好 我可以 出發嗎 我可以跟他們拍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大哥 你有來過這種微風之夜嗎 沒有耶 以前我都一直覺得說要嘛 就是好像年紀比較大的那種中年的太太對不對 不然的話好像就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一些 時尚的一些辣妹啊 比較好像會來這種地方 那 這是我第一次就受到這個微風他們的邀請 你呢 你有來過嗎 我也沒有 好鬆喔 所以可見你並不是那種會父圈 也不是靈人 但是你是什麼呢 你是公關界的一爺 是吧 唉唷 居然被家電之網幹 對 其實她這還蠻有趣的 她這個概念就是說她整個封住了 然後他們有邀請了一些 BIG的朋友 是的 然後就可以就是在裡頭啊 盡情的逛 盡情的買 然後今天是時間是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剛來的時候 其實在樓下我們發現已經有相當多就是 購買潛力的這些大咖 都已經在樓下聚集了 那你今天有沒有想說要買一些什麼衣服呢 或者是什麼 什麼一些手勢啊 我們是有一點公關預算是不是 完全沒有 沒有的話我就只能走馬看 OK 但是在這裡頭這樣逛逛喔 真的跟平常來那種逛百貨公司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今天我們最一次的愛情 對 大咖肚子餓囉 肚子餓喔 要不要在這邊吃 好啊 時間也差不多了 你看這邊 四樓這邊真的好多的餐廳耶 對啊 那你有想要吃什麼嗎 我跟你說我看到超多家想吃的 是 不然我們選這個 冰冰酒廚好不好 好啊 看起來比較日式 那我們就來吃這個客價八百八 那我們就吃八八八好了 然後再加點這個再加點這個 好啊 我們就先看一下看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就進來吃吃看吧 好 大哥 太不好意思了吧 你也點太豐盛了吧 來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鰻魚飯喔 我去日本好幾次你知道吧 真的是有幾家這個鰻魚飯喔 是我每次去日本喔 必吃必點的私房菜 真的喔 所以我們今天來吃吃看 這家我們也沒吃過 對 微風四樓對吧 肉 它就有一個食用的一個卡片 喔 那它就是鰻魚三吃 嗯 第一個可以吃原味 之後我們可以再加上蔥啊 山葵啊 海苔 再來重新再吃一次 最後還可以加入米果 跟它的高糖 那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好像是糖洋雞吧 熱騰騰的 喔 咖哩口味的 好嫩 那它是有一點點的辣 那我可以迅速的趕快試一下 可以 我猜 一定是干貝 欸 運氣真好 結果它這個干貝呢 它是一切為二 你看它這個表面 它有點炙燒過 對它有稍微炙燒一下 所以稍微炙燒一下 這個干貝呢 才是真正最鮮甜的一個味道 喔 而且我就喜歡它擺得很視覺衝擊的感覺 真的 你拿出來就覺得 那看起來就很好吃啊 所以 端你接下來吃什麼 我好想來吃吃看這個喔 海味珠寶盒 有沒有 美學又來了 像不像珠寶盒 你看 又有蝦 又有蟹 又有魚 它這個味道真的很棒耶 它整個混合在一起喔 那海鮮的那個鮮跟甜味 真的吃起來真的超好的 我剛剛就在想它是什麼 大碗 很辣喔 真的嗎 有那個wasabi的味道 來 你來吃魚吧 你先吃 OK 沒問題 我先吃就我先吃 你們就是以前那個 你幫我 你笑的哏在哪裡 我還想說以後我吃飯都要叫哥先試 所以你剛剛先吃到一個很辣的 它這個是味噌口味的 這其實吃起來 味噌口味喔 吃起來其實真的不鹹喔 它很香 我的天啊 今天這一餐真的吃到真的是 吃了我們不要不要的 那我可以借過一下嗎 可以啊幹嘛怎麼啦 我覺得這個微風性一隻也真的太好買了 可以先讓我去shopping一下嗎 那你慢慢吃好不好 好 慢慢吃喔 然後就好了 女生果然就是愛shopping的動物啊 好吧 那我就自己來吃吧 不過話說 這個它好像還沒有幫我 付一半的錢了 就給我跑單了 太可惡了 486系列YouTube頻道正式上線囉 聽特別來賓的精彩人生故事 486會客室 帶你吃遍全台灣的美食 吃遍全台灣 請聽民眾最真實的想法 486街頭全民調 超鬧超歡樂 你絕對不能錯過的超有張力 一個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 立賀哇喜陳立民 充滿新奇熱門好物開箱的 486系列之好物開箱秀 在486看見有故事的人 About us 立即按讚訂閱分享 486投稿 天天都有新故事 帶你跨越不同世界 太好了 太好了